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和颖大放任了与李晨的恋情 两人交往两年来恋情稳定 疲惫却为最有望 结立完婚成为明星夫妻的情侣 今三日 微博网友晒出小李晨18岁妹妹有时照片 透露李晨妹妹现在在澳洲念书 对准大早饭冰冰赞不绝口 夸他人非常好 知名微博网友北京东宇稍早发文说 关于李晨妹妹李可欣的讯息还是流出了 这是 上五年级时的李晨妹妹 最新消息来自她的同学 李可欣今年21岁 目前正在澳洲留学 跑南去澳洲录制时 李可欣 还到酒店探班看望哥哥 而且 李可欣夸放冰冰人非常好 看来是对自己的这个大嫂很满意啊 并付上李可欣与李晨合影 而李晨先前参加节目约把大明星首度 对大众分享自己家庭状态 她表示父母亲已离婚 家中除了她 还有个小她18岁的妹妹 母亲十分喜欢放冰冰 还整天教李晨要怎么对人家好 看似相当迫不及待 将范爷娶进门 女友谊有孕 C罗姆否认 她不会再当霸葡萄牙足球选手 C罗 C Cristiano Ronaldo 是现今世上身价最高的足球员 她与现任女友乔吉娜 最近到赫须家岛度假 经见乔吉娜小处突出 疑似有孕 不过C罗妈妈却驳斥 C罗再也不会当霸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C罗与乔吉娜 近日前往赫须家岛度假 上周C罗在IG分享出邮照 发现乔吉娜小复突起 引起议论纷纷 怀疑她 怀孕 对此 C罗的妈妈则否认 真是鬼扯 她只是把手放在肚子上 而且就我所知 C罗再也不会当霸 卓琳出院回家 从来没尿妈咪 卓琳住院两个月后 终于出院 坦元从来没有尿母亲 无其力 担心妈妈从不易做 无其力早前因女儿 卓琳的交友问题 致母女起冲击 更涉嫌刑事恐吓被捕 其后又因女儿入院留依而筹报 事件饶壤期间压力宝宝 曾生泪俱下求女儿回家 幸好留依两个月后 卓琳日前中返家 重头母亲怀抱 昨日母女一通外出 卓琳更首度开枪护母 从来毛鸟妈咪 总算雨过天晴 可 连天下父母心 单亲母亲无其力 尤雷这两个多月来 为了女儿卓琳的事 而终日愁眉不展 早于三月中 尤雷就交友问题 与女儿卓琳起冲突 即后更因涉嫌形势恐吓 而被警方扣查 期间 她安排卓琳到泰国旅行散心 但启程后不够一日 女儿便因情绪不稳而极反感送愿 令她忧心不已 期间负面新闻不决 尤雷一度在记者会上落泪求女儿返家 即后 她为女儿秘密转 愿养病 留愿初期 虽然母女交流有限 但血浓与水又怎会有隔夜愁 单看尤雷在社交网图文并茂 抒发望女归家之情 可见她对女儿的归妻和等盼望 而这位为爱女儿报仇的母亲终有回报 朝着烂牛人自脱留院两个月的卓琳 在医生及社工等批准下 日前终于出院返家 重投母亲怀抱 除了一类影大感开心外 终日在卓琳房门等候的爱猫 相信亦因小主人回归而开怀 母女昨日解 半拜出shopping 月下午一时 尤雷与卓琳齐骑洛楼上车 全新黑色打扮 朝着烂西黑牛家人自脱的桌林 虽用外套帽利头 但见她出院后已精神不错 为了减销售 尤雷先开车道跑马的 并进入一间银行 期间问道与卓琳关系 她一度深呼吸表示 两母女某隔夜筹 处理紧 各女才翻你了 两母女某隔夜筹 信了 其后两人开车到中环 母女分头行事 一雷引到电话公司 卓琳则买外卖 当见到记者打招呼时 正听歌的卓琳 一礼貌的除下耳机 被问到可有鸟妈咪 卓琳语气坚定说 毛 从来都毛 身体点呀 OK呀 女儿一句 从来毛鸟妈咪 印证母女终于和解 难怪两人在会和返逃马的便利店 在买零食时互有交流 戴着口罩的 一雷引一解丑眉 不过 期间卓琳剑记者拍照时 将原本卷起的手袖不自觉拉低 此时经见她左 手有近二十条外手伤痕 实在令人心痛 雪董相处时 时冷静 对于女儿开枪表示 从来毛鸟妈妈 一雷引昨日受访时坦元开心到宝 港戏开心了 同买男男一家返离屋起 我都放下心头大使 虽然卓琳仍有社工跟进 但今次母女与过天晴 在此同居一室 她坦元相处方式 亦要重新开始 社工有提醒我要time out 即是母女坚如在遇到冲突 大家就要先开下 避自己空间冷静落地 之前话要学做妈妈 信呀 我有学义质用欧架 一家一起选择一套恐怖电影 反无体地 大家有沟通 相处上一切良好 遭POP拖累 BitBank国家宣传大使空取消航团 BitBank成员POP P吸毒案震惊粉丝 不但影响所属公司与娱乐股价 损失超过8亿 连带BitBank的代言也都受影响 他们去年担任南韩文化体育 观光部Creative Career宣传大使 若POP受刑事处罚 BitBank将被卸出代言人资格 BitBank在海内外拥有高人气 南韩政府 看重他们在年轻族群的影响力 要他们担任国家形象宣传大使 希望能对外宣扬寒流 但POP被报夕是大麻 检测未央性反应 又也罕让他吸毒 此行为对青少年族群造成不良示范 因此有舆认认为 BitBank不应该再继续担任 与国家门面相关的工作 对此 南韩文化体育观光部表示 TOP若受刑事处罚 BitBank将无法继续担任宣传大使工作 如果TOPC毒罪 公民成立 将会面临一年六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 且需重新落伍 至于是否也会遭军法惩处 则需待查 结果出炉再讨论 结果出炉再讨论